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節 梁啟超的畢生憂念與終極關懷 從梁啟超的一生行止作為來看 梁啟超是多變善變的 這固然是留職異變的性格使然 也是因為他世直清末明初的學問饑餓時代 敢於國事怒孽生靈憔悴 加上梁啟感情充沛而泰無成見 在民思枯鎖中 思想自然隨著外力的影響而轉變 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 然而在梁啟超思想屢變屢遷的過程當中 梁啟的內心深處 實則隱含一貫福音的基本信念 終關梁啟一生的行事作為 莫不以現存的政治實體的安危為念 促使現存中國的安定與發展 正是他的真正憂念與終生之愛 他曾經說無心愛國如焚 須引兵止之 所以無論任何思想或手段 只要能夠達到他畢生關注的目標 均成為其圓影的對象 也因之形成他思想屢變屢遷的契機噪音